一天 不可不可 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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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天 一天 一天 同学 我 还不快接啊 喂 刚才你打给我 有什么事 事务播 刚才和几个朋友一起吃饭 不小心按了播号键 在哪 刚吃完饭 马上就回去了 我回去再给你打电话好不好 跟谁在一起呢 这么找计划电话 没有啊 男朋友 我送你回去吧 不用了 我想 你一个人待会儿 再见 请 舍不得就快去追呀 去呀 回来 什么回去家吧 就知道你在撒谎 一路我都跟着你呢 瞧你那没出息的样 人家不就是带来一个如花似玉的女伴嘛 一再说了不是女朋友 我知道我没出息 当时呀 幸亏没有地洞 要是有个地洞你就钻进去了 我就应该拿个镜子 让你自己照照你自己的样子 一副失魂落魄的样子 手再抖 脸色发白 连声音都不对了 你以为你是唱戏的呀 你又不是苏珊珊 你以为你演演戏 就能拿国际大奖啊 我知道我很丢脸 对不起 你丢你的脸关我什么事 你今天跟我说的那个男朋友 跟萧珊是同一个人吗 不是 你果然是身在曹营 心在汉 你到底是跟那个萧珊曾经拍拖过呢 还是你暗恋他呀 然后总是想着自己会跟他在一起 他是我第一个男朋友 原来是初恋情人啊 大许没毕业 我们就分手了 之后 再也没见过你 当时我以为 我会很快就可以忘掉他 不就是初恋吗 每个人都有初恋 都可以很快忘掉他 那你为什么不跟他表白呢 再说 我看他也放不下你 本来你跟你现在的男朋友 过得就不开心 那你为什么不跟他 岳阳 不要再玩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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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莫先生来过电话了 问您回来了没有 知道了 我回来了 刚才跟哪个帅哥在一起啊 玩得这么开心 哪有什么帅哥啊 就是一个同事过生日 约了几个朋友一起吃饭而已 是吗 谢谢你把工作还给我 等你没工作 整天无所事事的 我也没什么可以摆布你 那就不好玩了 你 认识我们公司的股东吧 我还以为 你会很有骨气地 把那工作推掉 没准还会闹辞职什么的 我能跑去哪啊 你神通广大的 不管去哪儿都是跑不掉的 说你笨也不笨 没错 不管你去哪儿 不管你去哪儿 不管你去哪家公司上班 就算我不认识那个股东 只要我喜欢 我可以直接把那家公司买下来 不管怎么样 你永远都是我的人 我知道 还有其他的事吗 我有点快乐 晚安 小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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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女的叫刘岳英 大学毕业 现在在一家广告公司 任职初级设计师 母亲早逝 父亲是个爆发户 家里很有钱 最近她倒是没和那个 莫韶先见面 莫韶先回家去了 和她老婆搞了一个 十周年纪念日 我知道 你知道 那要我再继续查下去吗 查人隐私 其实是种挺讨厌的事 我也不喜欢 但是迫不得已 只好请你继续查下去 行 那我有什么知道的 我继续告诉你 那没什么事 我先走了 再见 再见 谢谢 怎么样 怎么样 好帅气啊 我今天特意买的 特意买来加班穿的呀 我是骗你的 今天不加班 你又想怎么样 今天让你陪我出去看看帅哥赛赛心 我不去 你自己去吧 你别想讨价还价 这次的帅哥 是个运动健将啊 你自己去哪 我要找你 你觉得 看什么 你自己去哪 我看你 你自己去哪 你自己去哪 你这次 你自己去哪 师弟打篮球赛 像当年他在篮球场上那个风采啊 三点之前能够把图纸改完 我就陪你去 真的 一言为定 开工 比赛都结束了 都是你硬要改来改去的 对不起啊 我们赶快去看你的小飞飞啊 飞带 向来 切进去 快 切进去 冬雪 现在的女孩子怎么那么不坚持 快点 快点 一会儿我的飞飞就没了 飞带 电话 我们慢慢接过一下吧 飞带 好 电话 你给我 快 好 同学 同学 你怎么了 我的眼睛好痛 过来 你没事吧 呀 流血了 看什么看啊 去医院 先送医院 小姐 急诊室在哪儿 在那边 谢谢 B5 车 接二号接电话 B5 车 好 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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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真是 我不管你了 谢谢 萧山 怎么讲 刚上去那是震飞吗 是啊 发生什么事了 出了点意外 我先不跟你多说了 我得先走了 谢谢 外伤性眼角穿孔 建议立即做紧急手术 医生 那我会不会瞎呀 不行不行 医生 你一定要帮帮忙 他绝对不能瞎呀 怎么办 你冷静点 你这样一闹的话 你朋友不是更害怕了 我冷静不下来 可行 你们到外面等吧 不 我要在这里陪着同学 你们先出去 到餐厅吃点东西 可行 你陪先去 走了 我没事 走吧 放心 非大会照顾他的 走吧 在餐厅等着呢 医生 我们什么时候做手术 最好马上 那我去办手续了 需要我通知你父母吗 不需要的 谢谢 那我去了 马上回来 医生 我眼睛到底会不会瞎呀 没事的 小手术而已 你好好休息 我们去准备一下 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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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麻烦你监视 这个信封 是里面那个小姐 刚刚掉在大厅的 请你交给他 好的 小姐 小姐 这个信封是你们的吗 刚才有人帮你们捡的 谢谢 谢谢啊 小姐 怎么了 怎么了 你人呢 你别告诉我 你到家门口了 想给我个惊喜啊 我不是说了吗 我呀 最近比较忙 我今天不回去了 对不起 阿姐 今天什么日子啊 我给你姐夫 结婚十周年纪念日 你都不出现 那 我等你们二十周年的时候 我一定回去 什么意思啊 你给我记好了 我跟你姐夫有二十年 三十年 四十年 五十年呢 这个就是您多想了 我当然希望你们白头到了 我问你 不然你查的事情怎么样了 这 这几天 姐夫不是一直忙着跟你 搞什么十周年嘛 他还没过来找我 我怎么给你承来 反正我不管 你只要查出什么 马上通知我 还有啊 在外面照顾好自己 小心一点 好 我知道了 医生 嗯 住院手续办好了 好的 那我马上给他安排 好 谢谢啊 别害怕啊 我们会在外面 等你做完手术出来 这信封 是一位护士拿进来的 说是我们掉的 是我的 小姐 礼服拿回来了 她在干嘛 在准备吗 姑爷应该在准备了 进来 姑爷 您还没有换衣服啊 会场那边来电话说 宾客到的已经差不多了 今天是您和小姐 结婚十周年的日子 迟到就不好了 我是一个佣人 请姑爷恕我无礼多嘴 我是看着大小姐长大的 大小姐心里是由您的 请今晚姑爷 不要太难为大小姐了 对啊 知道了 就不好了 我来不做的 不想让我做的 我来不做的 但你要说 那这不做的 很漂亮 你从来都没这么看过我 好看吗 好看 我要的礼物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真是对逼人哪 好了 下楼吧 别让客人等太久了 好 各位尊敬的来宾 大家好 下面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 欢迎穆先生和穆先生夫妇进场 主任位置都到了 放心吧 回到庆了 谢谢 谢谢 各位嘉宾 大家晚上好 感谢各位的光临捧场 今天是小婿莫少谦 和小女慕永飞结婚十周年纪念日 身为父亲的我呢 是悲欢焦急啊 我高兴的是 十年过去了 他们两人依然相亲相爱 少谦呢 在远东做事是尽心尽力 做得非常出色 已经变成我的左膀右臂 我背的是 这十年过去了 我也快变成一个 没用的糟老头了 那没办法 那人老了话就多 为了不耽误各位时间呢 我也不多说了 就让他们年轻人去讲 再次我先敬各位 谢谢各位 干杯 干杯 知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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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起 先生 司徒必须 干什么 干什么呀 我有请柬 各位来宾 大家好 很感谢各位 出席我跟我太太的 结婚十周年的纪念日 有句话说得非常好 谣言止于智者 最近 外面有很多 关于我们夫妻俩 不实的传言 作为一个男人 其实也没什么大不了 但是 对于我的太太 造成了很大的伤害 可是很庆幸 我有一个很明白 事理的妻子 她让我体会到 什么叫风雨同舟 先生 这里您不能进 哎呀呀 干什么呀 我有请柬 再一次 感谢各位 感谢各位 我说我当记者会相信她 能当上记者都不是傻瓜 就看今晚他们俩的表演 能不能过关了 那也得看沐总 是不是去了 非常感动 莫先生今晚好像还为太太 准备了礼物 这个当然 要不然一会儿回家 我就惨了 我帮你戴上 我帮你戴上 什么意思 这不是我想要的 记者在拍照呢 什么意思 这不是我想要的 记者在拍照呢 这就叫做静在不严重 这就叫做静在不严重 施头 欢迎欢迎欢迎 这边好好照顾施头 放心吧 好 恭喜啊 莫董 恭喜 赛千这么能干 远中真是炉虎天翼啊 您客气了客气了 谢谢啊 谢谢啊 莫董 莫总 莫太太 恭喜三位 这位是 这位是我们公司艺人 莫董您好 我叫苏珊珊 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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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刚呢 我得了这一届的最佳信任奖 并且昨天跟贵集团 签了一份项目的代言合同 我说怎么那么面首面首啊 经常在电视上看到苏小姐 真的吗 当然 我还是你粉丝啊 莫董 您说笑了 真的真的真的 好好玩 好好玩 谢谢您 莫总 莫太太 恭喜了 谢谢 莫总 我叫苏珊珊 您好 你好 莫太太 莫总 莫太太 莫总 莫太太 恭喜恭喜啊 你真是不得没礼貌啊 莫总总 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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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是 毕人姓刘 我叫刘亮春 这是我的名片 请出问账 刘总是账 请随意 哈哈哈哈 哎哎哎哎哎 那个啊 我们公司 一直想和远中合作啊 我想我们强强联手 一定会实现共赢啊 哈哈 刘董事长 今天这个场合 不太适合谈生意啊 哈哈 哎哎呀 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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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你们公司 我已经去过很多次了 但是每一次都赶着你出差了 我知道你贵人世忙 所以我不敢烦你啊 我就直接找你女婿了 但是每一次你们的保安 都拦着我不让我进 说是你女婿不愿意见我 哎呀真是阎王好见 小鬼难求啊 哈哈 你说谁是小鬼 啊 什么小鬼 谁是小鬼 是 谁是小鬼啊 对不起 你说什么了我 哎 请你离开会场 干嘛呀 哎哎哎哎干什么呀干啊 这里是社交场合 大家在一起聊聊天不可以吗 这位先生请你不要喧哗 谁喧哗了 你怎么说话呢你 啊 我是有请柬的 我是你们起来的客人 知道吗 干什么呀 干什么干什么这是啊 叫我回车啊 你没事吧 送这位先生离开 保安 干什么干什么呀 哎呀哎呀干什么干什么呀 哎呀你们太没有文化了 太没有礼貌了 太没有素质了 先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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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自己走 我自己走 我原人体团呐 满卖不成人意在吗 怎么能这么对待客人哪 太没文化了 太没礼貌了 太没素质了 今天拍了多少照片 我拍了一千八百张 一千多张 那今天这是 各位记者朋友 你们辛苦了 接下来是私人聚会时间 我们已经安排了包厢 准备了酒席 请跟我去用餐吧 好 谢谢 谢谢 好 谢谢 各位来宾 现在是我们的私人聚会时间 接下来有请我们的莫先生 和莫太太 共舞一曲 你送我的礼物 为什么不是我想要那盏灯啊 怎么 欧洲定制的名贵宝石项链 你不喜欢 喜欢 可是我更想要那盏灯 你记得吗 那盏灯 是我们两个第一次见面的经验 下面竞拍呢 是一盏五董的台灯 它的起屏价是五百万 每次进价呢 不低于五十万 好 现在开始竞拍 好 五百五十万 谢谢 好 十二号出了六百万 开头能高一点的了 哇 十五号七百万 谢谢 七百万 第一次 好 二十一号 九百五十万 好 谢谢 哇 十二号出价 一千万 好 谢谢 二十一号 一千零五十万 好 谢谢 好 一千一百万 一千一百五十万 二十一号小姐 一千一百五十万 哇 一千二百万 一千两百五十万 算了 少姐 不要给她争了 她是五市集团公司的大小姐 从小被人惯坏了 她想得到什么就一定要得到 好 我知道 好 给台的你父亲非常喜欢 但是如果不是物与价值的话 十二次 你就算送给她 她也不会高兴的 二十一号 第三次 成交 恭喜二十一号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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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大家来参加本次的名流拍卖会 今次拍卖会已经到此结束 行 让我把那盏灯让给你 为什么 这盏灯我本来要拍下来 准备给我爸当生日礼物的 既然志在必得 为什么不跟我争老弟 因为那个老头不让你跟我抢 你怎么那么听他话呢 可不可以让给我 你开个条件吧 这有什么条件你的答应呢 跳支舞要包下整个会所 有着变吗 因为我不喜欢被打搅 我喜欢一心一意 跟你一样 我 我今天在拍卖会就注意到你了 你跟别人都不同 你的眼神是那么的专注 你一旦爱上谁 就会一心一意 心无好目的 我也是 一生一生 一世 心无旁 知不知道 我为什么会对你一件钟情 非得嫁给你 因为咱俩是一类人 我本来以为今天 是咱们演一出戏 可是我感觉到 你眼神里的东西是真的 是我哭等了十年 终于等到这一天了吗 爱你等了十年 对不起 你千万别这么说 我觉得 我已经很知足 很幸福了 对不起 知不知道 怎么样折磨一个人 才是最残忍的 就是等他 一切都信以为真的时候 再狠狠地一下 打碎他的美梦 你永远 都得不到那盏灯 因为你不配 记者已经走了 戏也演完了 怎么样 我的演技 还可以吧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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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一定不会放过 你跪在你身边的任何一个 任何一个 你跪在你身边 莫总 怎么一个人在这儿啊 谢谢莫总能给我这个机会 我一定会努力工作的 你不用谢我 那是公司的安排 也对 莫总日理万机 怎么管得上这种小事呢 莫总 莫总跟莫太太真是一对逼人啊 看来外面那些传闻都是假的 对吧 不过你怎么扔下太太一个人出来了 可别冷冻的太太啊 人人都说 远中极端的莫总拒人于千里 看来有时候传闻也是真的 莫总 您是嫌我打扰您了 还是瞧不起我这个戏子啊 说是戏子无情 可也不全是真的 好 谢谢爷爷 请先 没什么大碍 住院观察几天 如果不感染 就可以出院了 医生 他只是左眼受伤 为什么两只眼睛都要蒙上纱布啊 会不会变成瞎子啊 左眼受伤呢 会导致两只眼睛的眼压不同 会把有恶心头痛的症状 两只眼睛都蒙上 可以适当减轻一下这些症状 再说了 一只眼睛看东西也费劲 走路看不清啊 还容易摔跤 还不如啊 两只眼睛都蒙上 很多事情啊 眼不见为近 放心吧 没事的 谢谢啊 学妹 你就放心吧 我觉得这个医生说话挺有哲理的 我相信医术一定也非常高明 我没有担心 今天真是麻烦你们了 谢谢两位学长 别客气啊 你到底有没有看清楚 是什么东西砸伤了你的眼睛呢 真倒霉 连被什么东西砸伤 我都没看清楚 也不知道是哪个混蛋乱人东西 对不起啊 飞大 我忍不住了 我良心受不了 我得招供了 你招什么供啊 这位学妹 对不起啊 事情其实是这样的 有人打电话呢 给飞大 所以我就拿着飞大的手机呢 去给飞大 但是现场实在太混乱了 不知道哪个王八蛋 这手一扫就把手机给打死了 原来是你们两个呀 你怎么不早说啊你 你是不是想推卸责任 没有没有没有 恰恰相反 我是在思索责任 因为当时这个手机 还没有正式的交接 这个手机输入于 我和飞大两手之间 所以我在想 我这个责任到底是谁的 当然是你的责任了 好了 月盈 砸都已经砸了 手机既然是我的 我负全责 首先 诚心地向师妹 说声抱歉 你的手术费用啊 还有住院费 全都由我来负责 以后万一要是有个 后遗症什么的 也由我来负责 那不行 这事我也有责任的 咱俩一人一半吧 行啊 那 还有什么事 我们可以小劳的呢 麻烦你们 先送月盈回去吧 月盈 你先回去吧 我的麻药还没有过 头还有点迷糊 好好好 那我先回去 我这两天请假来看你 不 宫地的事情你还得盯着呢 你下了班过来陪我一会儿 就可以了 嗯 我们先走吧 让他好好休息 拜拜 慕学长 能不能稍作留步 我有点私事 想请教你 那 你们先到下面等我吧 哦 那些照片 你看了是吗 学长果然是个聪明人 那照片是我拍的 只是没想到会拍到你的好朋友 那你怎么会拍月盈呢 我嘛 我算是个旅行家 喜欢旅行的人都喜欢拍照 那个相机啊 是我随身带着的 心情好的时候 看到什么就拍什么 我今天下午 刚看到月盈的时候 还觉得挺奇怪的 特眼熟 还一时想不起来 在哪儿见过 原来是不小心拍过的 那是在哪里拍的 什么时候拍的 是在一个商场 大概是上个星期吧 那照片里面那个男的 你认识 我不认识 可能是她男朋友 挺帅的 你没见过吗 我没见过 可能女孩子 都有自己的秘密吧 那 你会揭发我吗 不会 不过 你不要告诉月盈 不然 她会跟你没完没了的 一言未定 那我们两个 共同来保守这个秘密 好吗 好 谢谢 麻烦你能不能帮我拨个电话呀 谢谢 喂 丁管家 佟小姐 您什么时候回来啊 已经好晚了 我出了点意外 现在在医院里呢 是吗 在哪家医院 没什么大碍的 对了 丁管家 莫先生打过电话吗 他什么时候回来啊 莫先生这几天恐怕都不会回来了 您在哪家医院 那我自己给他打电话好了 佟小姐 今晚您恐怕不方便打电话给他 可是我有急事找他 今天是莫先生和他太太结婚十周年的经历日 非常急事 相聚